哈囉 大家好 我是健民 哈囉 我是蓋伊 我是一名喜愛健身 熱愛運動的健人 追求健康與活力的身心靈 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享受努力後帶來的甜美果實 是我們最大快樂 哇塞 我叫健民 今年二十四歲 為了讓自己更健康更強大 我開始了我的健身旅程 經過一次次的訓練 其他的改變 也讓我越來越有自信 而且讓我發現 即使是我 也做得到 健身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停止 我身邊也有很多朋友 期待自己有更好的體態 一眼就來和他們去健身 可是往往會遇到一些 辛苦或挫折的時候 他們就自己放心 明明只要再多努力一點 就可以看見體態的變化 能有健康的身心 還有心動力 幫助我的家人 並且讓他們擁有更好的環境 甚至將來可以幫助更多需要的人 是我的夢想 我是健民 今年二十四歲 是一位重度的身上癮師 我是先天性膽高病所症的小孩 就是先天性肝硬化 出生之後有 乳名腹水的狀況 這個個案比較特別 在那一年的時候 全球只有五十個案例 它是因為淋花破掉 導致 奶水沒有辦法吸收 所以它會全部都跑到腹牆來 就是又腫得很大 對 就是有一點像是 孕婦寶寶那種感覺 然後後面我們發現的時候是 就是必須用像縫部針這種大小的那種針 然後插進去湊出來 對 那在這件事情之後 有發生意外 導致乳內出血 在有頭腿似症的狀況 目前已經穩定了 三年級的時候 有食道筋脉破裂的問題 然後十歲的時候 接受肝臟移植的手術 因為膽到閉鎖的關係 所以肝硬化 然後在十歲的時候換肝 對 那不就終生要吃那個 抗排吃的藥嗎 沒錯 所以我沒有辦法均取 就是我這一輩子很大的印象 他在22歲畢業之後 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也錄取了 才發現有罹患 癌症 目前狀況還好 他是初期 初期 要觀察兩年 觀察中 跟他和平共處 希望他不要保持 我相信只要保持那種 健康的心情 快樂 就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沒錯 然後我剛才跟健平訓練的時候 看到他肚子這邊有個傷口 那是肝臟鼻子手術時候的傷口 對 可以看一下 可以啊 大概這麼大 有些人好像有點像冰尺 三條這樣子 然後這邊就是插管 插管的方 醫療上面花費很多 那你是怎麼在生活 跟健身還有工作上面 取得一個經濟的平衡 在醫療上面 因為是 身障人士的關係 所以健保 還有台灣的福利 其實對我很好 那在健身的話 其實全部都是靠自己 公讀之後 才慢慢朝這個 夢想跟目標 我相信 每個身障人士 一定都會有 也許心靈上的破損 那在健身的過程之後 我覺得是 不僅是強身 也會健身 因為我們在享受 充實自信 沒錯 享受那個痛苦 去習慣那個痛苦 讓自己想辦法更強壯 現在也有 幫忙在跟一些 像 精靈殘缺的人聊天 我也會希望 能跟他 不管是 生 氣 智商 視力 或是心靈上面的殘缺 不要看別自己 你能撐到現在 真的是很勇敢 身體上的強壯 像該長年累月累積起來的 這種強壯 讓人家看得是很敏類的 但有另外一種強壯 大家不知道的是 可以坦承自己的弱點 去把自己的負面 跟自己的痛苦 描述出來的時候 這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氣 我覺得 這一種是心靈層面的一種強壯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 敞開心胸 對 多找一些 可以值得信任的談談 當然也可以找我談談 因為我們都經歷很多 我們都是 生存者 我叫建民 今年24歲 是一位 集中毒的身上人士 現在依舊 為了自己的生活 努力著 嘗嘗 那麼請問 為了自己的生活 你再選擇 你 不可以 就